電玩善哉 歡迎來到電玩善哉 Gang話夜談節目 我是阿苦 在這個寧靜的夜晚裡 放鬆心情 聽我分享電玩點點滴滴吧 Gang話夜談 歡迎來到阿苦的Gang話夜談節目 我是阿苦 今天是第36集 也是我第三季Pockets的最後一集 今天結束之後 之後可能要休4個禮拜 等到第4季開始 那第三季的最後一集 要講什麼主題呢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款 蠻重要的一個遊戲 叫泰克力之傳5 這是一款模擬人生的遊戲 那這款作品呢 在今年推出的復刻版 所以說剛好也趁這個機會 能夠跟聽眾們聊聊這款作品 那聊這作品之前呢 先聊一下金礦吧 說到金礦 我自己私底下 已經開始在製作所謂的 YouTube的6到12分鐘的影片 已經在製作中了 第一次的體驗其實 蠻辛苦的 我現在還在陸陸續續的 找一些方法去做 目前現階段的方針就是 先把影片生出來 先不要管太多的品質 也就是說也不要管什麼 影片跟對講話的畫面 是不是百分之百對的上啊 或是簡介精彩性啊 什麼的我就先不要管 反正我就先把影片最基本的構成 包含了 影片 說話 背景音樂 日幕 這四個東西 做一個基本的連貫完成 就可以了 就當做我第一支影片 沒意外的話 可能會在8月的 我看一下齁 等我一下 大概8月中吧 最晚19號以前一定會上架 因為我那個主題如果在19號 還沒有上的話就 作廢了 因為它是 這個影片是有點時效性的 所以我一定會在19號以前完成 那我會上傳到我的YouTube頻道 所以說到時候 有在追蹤我YouTube頻道 看我直播的聽眾 可以去關注一下 也順便給個意見 雖然我知道一定不會好 品質絕對不會好 但是先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呢 有個經驗 然後我可以再藉由多次的經驗 再慢慢優化 其實就跟我做Podcast一樣嘛 第一次做Podcast其實也是緊張的 然後什麼東西都忙手忙腳的 不見得找到什麼好的方法 都是慢慢嘗試之後才有SOP 所以我希望能夠在製作影片方面 能夠做點SOP流程 之後可以越產越快 那至於之後做影片跟Podcast的比重安排的話 可能之後再說 因為我先做出來 當然Podcast 我基本上是不會停啦 頂多會修播一陣子 頂多就是修播個四五週 但是絕對不會說不做了 是不至於是不至於不做 畢竟Podcast有些主題 有些主題用Podcast比較好做 像影片的話就蠻吃素材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素材來源的話 有些主題素材來源不是很好弄 所以說 有些東西還是用Podcast是可以講的 比如說是我小時候的回憶啊 小時候的故事啊 這些東西用Podcast對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做影片的話我就沒有小時候的素材這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說什麼 常常拿著攝影機去拍一些東西 沒辦法 對 所以說可能就 Youtube影片對我來說可能會是以整理 遊戲的整理 要不然就是遊戲的心得為主 就是以作品面為主 然後Podcast基本上是什麼都講 包含我自己的故事 講故事的 還有我自己的回憶的 還有當然遊戲心得這些都可以講 所以Podcast我的內容我會弄得比較廣 Youtube影片的話 我的方針會比較局限在作品上 這大概就是我目前的方針 總之呢Podcast不會結束 頂多會休息啦 所以說聽眾不要太擔心 一定會有的 好這個就是近況 對還有一個近況就是 我前陣子把那個水浪貓玩完了 是一款還蠻不錯的遊戲 不得不說遊戲的畫面真的是很漂亮 雖然說是獨立遊戲流程也不多 但是貓很可愛 貓很可愛 然後場景那個 那種Cyberpunk那種 類似Cyberpunk世界觀的場景做的很 很細緻很時時路透 然後那個畫面感就是 你可以遨遊在整個就是那種濕冷 但是又高科技 但是又很雜亂髒亂的那個世界 在那個世界在那邊走來走去 有一種獨特的美感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那種廢墟風景的 浪貓裡面有一些場景都是那一種 髒髒亂亂的好像很久很久沒有人存在的那一種場景 對我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至於浪貓會不會做節目 基本上不會 基本上不會 也許我可能會在臉書寫個新的感想 但是我不會做文章 我不會做Pockets 對 這個可能就 預定就這樣子 當然如果聽眾想要我講的話 想要我講 浪貓的那個Pockets的話也可以 可以就是在電玩善哉 臉書粉絲專頁可以給我們意見 或是私訊我 或是到我的阿庫里秋元天地裡面 私訊我說阿想聽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 對大概就這樣子 好那近況就是這樣子了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吧 我們講那個前沿的部分 那泰格麗之撰5呢 是在今年2月10日 在任天堂直面會裡面 就發布說要出DX版 其實我看到這個消息 真的是16位級 我真的不相信 說欸怎麼會出來 怎麼突然出來了 雖然畢竟有大漢海 10代4的 HD版推出的 例子啦 但是我也真的沒有想到這一款 還是會再復刻 畢竟這款在當年2004年 在PC上面推出的作品 距離現在18年了 不少當年玩過的玩家 其實像我也是 或者是一些喜歡這款作品的 老玩家 都覺得不會再有新作了 所以說當直面會 一說要出HD版 這是復刻版 對於我 對於我 以及喜歡這款遊戲的玩家們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而且我還蠻驚訝的點是 光榮還為這款遊戲做了一些宣傳 在台灣 就是有幫他做宣傳 不論是在地下街逛街的時候 有看到他那些 掛簾 廣告掛簾 又或者是 光榮透褲膜的官方臉書 臉書粉專那邊 也有開始做一些宣傳 像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發售前 光榮透褲膜那邊的 官方喔 官方喔 他放了一個就是 竹力義士 被砍的影片 對就是 為了拿到他身上那把春雨 所以說去賭他 然後在路上見面 馬上砍他拿到春雨 這個影片結局出來 當作宣傳 我心裡會覺得 內行耶 那個廣告 就是那個分宣傳頁 我給他蠻高評價的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內行人 才玩得出來 就是有一定有玩過的人 才知道這個梗 可是對於沒玩過的人 可能會對這個梗 會覺得 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擺明就是給我們這些 以前玩過的人 看的 所以說我們看的時候 就很有會心一笑的感覺 不得不說 光榮在這一次的宣傳 真的是做的 蠻努力的 也蠻認真的 5月19日發售之後 我也很意外 真的很意外 既然造成了一股小熱潮 大概在5月19號發售 到7月中 大概是這兩個月吧 5月中到7月中 這段期間 其實泰格一隻狀5 在遊戲社群的討論度非常的高 包含連那些就是講 新遊戲為主的YouTube頻道主 他們都好 都開始有在做這個 遊戲的影片 或者是有做這些遊戲的直播 我印象最深刻 是連中止通都有開直播 玩泰格5 但他那個只是開 偶爾開一下 可能就開個一次 就是試玩 連中止通都有開 我快笑死了 那中止通是做什麼主題的 請繼續Google 就知道了 我就不方便在這邊講 新玩家的那個遊戲社群 都有一點就是熱潮在 那個人或是懷舊玩家呢 復古遊戲圈 對這款遊戲的那個熱潮 更不用說了 像我常去的那些 老遊戲的臉書粉絲社團 基本上每天都有泰格的發文 非常多 幾乎每天都有 甚至一天有好幾則 那個熱弱度真的有點像 當年 就是國小的時候 玩FF勇者鬥龍 推出之後的那一種熱度 很熱弱很熱弱 所以說我自己都覺得這種 這一款已經過那麼多年了 而且當年玩的人 也許不會那麼多的人 居然可以造就成這樣的熱潮 當然這個熱潮跟愛爾登法環比 當然差不能比 但是問題是我會覺得 比這款18年後復刻的那個遊戲 還有這樣子的討論度跟熱弱度 我覺得是非常 驚訝的 但我也很開心 因為這一款是值得被這樣子 大家一起來聊一起來討論的遊戲 因為它真的是很有趣的作品 所以也因為這樣我才會做節目 因為這一款在 當這款遊戲要推出複刻版的時候 我心裡就已經決定好一定要做節目了 對這個早就是很早就決定好的事情 只是說我到底要什麼時候 錄什麼時候上架的問題而已 就是先後順序的問題 所以說這款就是 就是這就是這麼值得 對了在這邊先那個 註解一下 雖然說大家對太格的格這個字 以前我都以前大家 所認知的錯誤的是 那個門裡面是個個 那是錯的 正確的名字 正確的名字是門裡面 門的裡面是個合 合作的合 所以說像有些youtuber叫太和立之傳 其實那個字也可以念格 字不同音相同 你去注音輸入法打格這個字 也是有所謂的門裡面一個合這個字 所以那個字也可以念格 所以說沒有問題 我自己就是這樣弄過 只是說打字的時候 你要注意不要打成那個 那個打錯字了 因為官方也有出來證明說 那個字是門裡面一個合 就這樣子 因為很多會打錯字嘛 那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啦 好這個就是註解齁 那這邊的情人就到這邊結束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 泰克的立之傳是一個 這個系列是什麼樣的作品 我就簡單的方式跟聽眾們介紹齁 泰克的立之傳是日本光榮公司 在1992年PC上面推出的 戰略角色扮演遊戲 你要說戰略嗎? 呃這款遊戲其實它的玩法還蠻多樣化的 那之後再慢慢講齁 故事背景是日本戰國時代 也就是所謂的安土桃山時代 玩家扮演風承秀集 從原本的農民出生的他 最後慢慢成為日本霸主的過程 然後這個作品呢 一共推出了五款作品 就是一到五代 然後一到五代的系列首部 都是在PC上面推出 但是光榮嘛你也知道 搞移植這件事情 也是光榮拿走戲嘛 光榮從以前到現在 無論是三國志信長的野望 還是什麼其他的一些系列也好 都會跨平台推出的 所以泰克立之傳一到五 想當然也都有推出所謂的 家用主機的版本 像一代就有推出了 Megadrive版本 還有超人版本 二代就有推出SSPS版 然後三代就PS版 四代就是PS2 然後五代也是PS2跟PSP 就是這樣子 家用主機一定都玩得到 光榮的那些作品 一開始其實都是以秀吉為主角啦 就是像一代就只能用秀吉 我記得一代只有只能用秀吉 然後到了二代開始 就可以用其他的武將 二代就可以用柴田聖家 跟明治光秀還有新武將 到了四代五代就可以用 數百位的武將 你只要取得那個武將卡片 就可以用那個武將做主角 所以說到了五代 基本上 你就有很多的武將當主角 可以進行遊戲 就是那麼豐富 那警戒就是這樣子啦 至於 要深探這個系列的話 可能 因為我一 雖然我說我每 我每一代幾乎都有玩過 我四代沒玩過 我一 一有玩 二有玩 三有玩 四沒玩 五有玩 五代玩比較熟 五代跟二代 三跟一其實 玩的不是特別的熟悉 真的要做系列的所謂的 那個專題的話 可能要把前面幾代玩一玩 我才有辦法做 到底會不會做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這個東西花時間 花時間 之後再說 或許聽眾聽到這邊 也許會覺得 會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奇怪了 日本戰國時代不是 有一個遊戲叫信長的野望嗎 信長野望也是戰國時代啊 那問題是 泰格麗之傳 也是戰國時代 所以說那個時間 那個時代背景是重疊的 你又許會覺得就是說 啊不就信長的野望了 那泰格麗之傳到底 到底出泰格麗之傳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說我想應該會有聽眾 聽到這邊會覺得奇怪吧 就像三國智 像光榮就是三國智啊 哥布蘭之後就是三國無雙嘛 也沒有說什麼 弄一個好像又是一個 就是玩法有點像三國智 但是又不是三國智本傳的東西 但信長野望就是 有信長野望 但是弄一個泰格麗之傳 而且玩法又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的類似 我想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吧 所以呢在這邊呢 我也想要跟聽眾們分享說 泰格麗之傳跟信長野望 是有什麼差別的 其實有的還蠻明顯的 還蠻明顯的 那在這邊先跟聽眾們分享 為什麼它差別在哪 泰格麗之傳與信長野望 都是以日本戰國時代為背景的遊戲 兩款在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說差異也是有 說共同地方也是有 那 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同 我們先從信長野望開始 信長野望呢 就一般來說 我們玩家要扮演的是 戰國時代的大明 大明的話 也許你們聽起來覺得什麼東西 用很粗略的比率的話 就是比喻 就是三國時代的君主諸侯 對方出戰資田信長 金川藝圓 古田信玄 這些都是大明 就把想像成 替代成君主 那種感覺 就是玩家在三國自選君主一樣 可以選劉備 孫姦曹操之類的 玩家們選擇選擇好了 大明之後呢 就要開始就是 復國槍兵 擴張勢力 攻城掠地 然後打倒日本國內的其他大明 然後最後統一日本 成為日本霸主 所以信長野望的玩法 比較偏向三國志的玩法 當然我知道信長野望 好像有幾代是可以選武將的 就是選武將 你不見到當大明的 好像有 好像是藍 好像蒼天路吧 蒼天路好像有吧 這一點我有點忘了 但是我記得有幾款是有的 只是說大致上 都還是會以類似三國志那樣子的 以大明為主的玩法 以武將的 就是導入武將機制的玩法的 信長野望 我記得是不多的 我記得是不多 當然如果有聽眾知道的話 也歡迎到時候 我的Podcast上架 到那個電玩山災臉書 粉絲專頁留言告訴我 我會非常感謝 那太格一之傳呢 它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信長野望了 那太格一之傳呢 太格一之傳是以人 就是人 為主角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武將為主角 只是說太格一之傳又更廣了 它是人 所以說人也代表什麼 不見的是武將喔 商人也是喔 忍者也是喔 劍豪也是喔 他們都是人 雖然說最早開始是以秀吉為主角 就是你要控制秀吉 你要讓秀吉在志田家慢慢的升官 然後最後 當上信長的左右手 然後幫助信長 同一天下 又或者是你想自己 模仿同一天下之類的 這是一開始 比如像一代嘛 一代是最基本的秀吉 但是如果到後面的系列的話 玩家可以選擇很多角色當主角 這些角色有大名 有武士 有商人 有海賊 各式各樣職業都有 也有醫生 你也可以當醫生喔 選擇你要扮演的角色 後 玩家可以在這個戰果時代 日本做你想要做的生活方式 比方說你想要當武士 你可以去投靠大名說我要當官 慢慢升官 之類的 又或者是說你想當商人 那就去那個商家做店員 然後慢慢培養之後 你可以當店主 或者可以變成之後可以變成大商人 總之呢或者總之呢就是玩家的生涯路線 會變得很廣很廣 然後這些路線都有他屬於自己的結局 大名也有結局 然後大名結局也有分所謂的尖雄跟那個 也有所謂的就是你有了蕭雄之後 結局走向不太一樣 那另當別論 但是每個職業都有他自己的結局 武士也有啊 海賊也有啊 醫師也有啊 這些的很多 甚至還有修羅結局 是當那個殺人狂的結局 都有 都有 所以說遊戲有很多種不同職業的路線 你就可以扮演一個角色的人生 然後這個角色你想要讓他成就什麼樣的人生 都有玩家來決定 講拜他就是開放世界啊 而且是開放到非常誇張的東西 非常誇張程度 就是你可以讓這個角色 我也可以一開始去幹武士 然後跑去跟老闆說我不想當武士 我想去當別的 可以 可以 你隨時都可以轉職 但是有一個狀況你沒辦法轉職 就是你當大名了 你當大名就不能說不幹大名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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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好一輩子幹到底 你頂多就是偶爾去做其他的職業 剩下的比如說我想要順 大名啊開道館啊這些 你直接付職業的東西你可以做 但是你就不可以把大名這個職業丟掉 然後跑去幹別的組職業 所以大名的話就是有這樣子的限制 但是大名以外的你隨時都可以不幹 當然啦如果你當大名的話 這個遊戲變成戰略遊戲啦 你就是要管理你的部下 然後把你的勢力慢慢壯大 然後去打倒各地大名 所以說為什麼會說 泰格麗之鑽跟信長野望會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當你的當泰格麗之鑽裡面 你成了大名之後 他的玩法就跟信長野望一樣了 所謂的一樣是概念上的一樣 不是說那個機制 機制的話每個遊戲的機制就不一樣 那是命當別論 但是那個概念就一樣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齁 即時秀吉喔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想講秀吉 他一開始在知田家那邊當官 然後慢慢升 你也可以說 你也可以跟信長說老實不幹了 可以 可以的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自由齁 所以我們從這邊用結論來講的話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話來講這個結論就是 信長野望是以扮演大名 然後統一日本 泰格麗之鑽是扮演一個人 然後由玩家來詮釋這個人的一生 這個角色的一生 這也是這兩款作品最主要的差別喔 那待會呢就是來跟聽眾們分享這款遊戲的一些機制 還有一些剛接觸 當年我剛接觸泰格一日傳五的一些小感想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聽眾分享一下這些東西齁 那接下來我來跟聽眾們聊 我當初接觸泰格一日傳五的一些感想跟過程齁 這款作品最早是在2004年在PC上面推出 然後有出PS2跟PSP版這兩個版本 我個人最早是玩PC版的 雖然說入手的過程不是很合法啦 對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是盜版非常盛行的一個時代 無論是遊樂器還是PC game都一樣齁 當然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好的事情不合法啦 所以說也只能說當年不懂嘛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這麼做 其實你也就自然而然也會跟著做了 這樣 當然另一方面啦 那時候光榮所推出的一些PC game 其實像三國之心場野望 其實定價都非常高齁 我記得他們當年在PC上面推出的 三國之星座或是信場野望星座 起碼都是1500左右 我記得好像都要1500左右 1500到2000之間 在平一頂多也是1200到2000這個範圍 但是我記得絕對破千 絕對破千 這一點是肯定的 所以那時候光榮就是在當年都是貴的形容詞 他的遊戲就是貴 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說常常會有人買正版嘛 就是比如說身邊你有朋友買正版 然後他們就會用燒錄軟體 或燒錄機去做燒錄 然後就分享給親朋好友 在那個年代這種事情算是很常見的 很常見的 雖然現在應該也比較看不太到了啦 因為現在的遊戲都是以數位版為主 然後你說燒錄嗎 實體片現在基本上已經變成比較少人在買了 數位版盛行 其實這些東西基本上你要去弄盜版 反而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所以說現在可能就是 乖乖買 而且Steam 跟那個 PSN 跟那個 Nintendo Shop 都會有一段時間的 數位版特價嘛 你可以趁特價的時候買 或是特賣的時候買 其實也都 不會太貴 我自己這麼想的 畢竟我之前有玩過一到三代嗎 剛才有講 所以說當時玩五代就是一定會玩嘛 因為我本來之前就有玩 所以我那時候玩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瘋狂的玩 一方面五代跟之前的一到三相比真的差太多了 那個進化喔 怎麼講 有一點點就是超出我的想像 不但可以用更多的角色當主角 可以選擇不同的職業 整個這個世界超自由 玩家想做什麼可以做什麼 而且外加有一些很多特別的要素 像是歷史情節觸發 特殊武器的拿法 還有娶老婆的事件 這邊講一下娶老婆的事件 娶老婆事件它有個條件就是 那個 你選的主角 你選的角色是沒有老婆的 一開始沒有老婆的 如果你選秀吉 因為秀吉一開始老婆就年齡啊 所以說你不可能再娶另外一個老婆 在那個年代 在所謂的戰國時代 其實在那個年代 一個男人有三七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分正式跟測試 用中國的講法是七跟妾的那個 那個制度 其實秀吉是可以娶很多老婆的 在那個年代的那個制度 只是說遊戲它會綁定一夫一妻制 所以說以秀吉為例 娶老婆的事件的話 如果秀吉像你用秀吉就沒有辦法再娶老婆了 因為你也不能修老婆 你老婆固定的就是固定了 你不能說啊 我把那個 唉唉 如果是套用在現在的 思維來走是很 是很糟糕的 但是我就 你們就不要想太多 我就是那個年代的那個 立場 那個年代的那個制度 就是你要修掉 要不然 就不能娶新老婆 就是如果你要用這樣子的 思維去帶的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像秀吉就沒辦法吧 但是如果是像你用新武 新武將 新武將 或是一些單身的武將 單身的角色 他們你就可以有所謂娶老婆的事件 只是說老婆要勝選啦 因為你娶人就不能再換了 所以說最好是看到真的是你喜歡的 你娶的老婆就很多嘛 包含了 初雲阿國是可以的 或者是 那些如果你想要娶春菇也是有 比如說村子裡面的在酒館打工的一些村姑 長得很漂亮的那些村女們 也是可以娶的 那我記得五代第二個死好像還加了那個 大浪海時代四代的一些女角色 大浪海時代四的女角色也可以娶回家 嗯 所以我覺得娶老婆也是一個蠻有趣的 他不能說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但是也是一個可以提味的一個制度 因為老婆娶回家其實也不能幹嘛啦 就是回到家 他就給你問候啊聊聊天啊 做菜給你吃啊 但是也只是一些文字上面的互動 他並沒有所謂的有很對遊戲中的一些 比如說職業也好能力也好 有什麼很實質的成長也沒有 單純就是因為回家有一個女 有個老婆給你打聲招呼 幫你問候 就這樣子而已 跟你聊聊天 其實就這樣 不過也好這樣也這樣也不錯啊 回家有一個漂亮的老婆跟你 聊聊天 然後鼓勵你 然後還做菜給你吃 不好嗎 蠻好的啊 這樣靈靈很正嘛 對啊 靈靈很漂亮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就是娶老婆的部分啊 我記得第二個少下有加一些 可以娶的那些女性 總之呢 玩起來真的很有趣 然後停不下來 不下來 真是停不下來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遊戲裡面 沒有很多東西等著我去發掘 即使是我到現在 都沒有把整個遊戲都發掘完畢 因為像我自己玩武士比較熟 但是其他的職業 我可能就沒有像武士那麼熟 武士的路線我基本上能摸都摸透了 但是像我還沒有玩過醫生 我還沒有玩過忍者結局 我甚至還沒有玩過修羅結局 就是殺人 百人斬千人斬 就是那個殺人狂結局 我也沒玩過 這個遊戲有太多東西可以發掘了 所以說 那個時候其實我都在專心玩武士 總之就是每次一玩 一玩下去就是六七個小時 就不見了 學生時代 就是一玩六個 三四個小時是基本 六七個小時 就是不誇張的 是有這樣子的紀錄過的 然後甚至就是說 想去玩別的遊戲 但是有時候別的遊戲玩一玩 會覺得 哎呀 又會想跑回去玩泰格爾5 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 在我學生時代 就讓我非常著迷的遊戲 所以說它對我的影響就是那麼深 再加上我個人又喜歡歷史 我喜歡聽歷史故事 看歷史的東西 所以說日本歷史 我自然也有興趣 當然 然後再還有別國的歐 歐洲史跟中國的歷史 我都有看這樣子 這個就是跟聽眾們分享 我在玩泰格爾一隻傳舞的一些 當初玩的那些 一些感想跟一些心情 真的是 真的是怎麼講 點擊在心頭 雖然說在娶老婆的部分 稍微多講了一點 那也可以給聽眾做參考 好啦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來 跟聽眾們分享重點啦 遊戲介紹 就是我來跟 我來跟聽眾們分享這個遊戲的機制 這個遊戲的機制其實要講 可以講很多很多很多 我大概 基本上整理了一些 我大概分成 幾項我看一下 我大概分成六項 然後每一項我大概就會用比較 簡單基本的方式跟大家講 因為真要講 哎呀 好多可以講 對啊 那第一點 第一個 我們先從第一點開始講 第一點就是一開始可以玩的職業 如果你沒有所謂的暴擊黨這種東西 比如說破解黨啊 暴擊黨啊這些東西 你一開始能玩的職業是 武士 海賊 劍 商人 忍者 這五個職業代表人物進行遊戲 武士的話就秀吉嘛 不用講秀吉 然後劍豪的部分是柳生忠嚴 也是丁寧大名的柳生石頭齋 海賊的話是酒鬼加龍 忍者的話 則是德川家的知名的忍者 福布正成 也就是福布絆葬 商人的話 這應該是原創的 應該是原創的角色 叫納屋駐左衛門 就這五個人哦 當然啦 剛剛有講的 其實遊戲的職業 不只這五個職業 有很多嘛 只是說這五個職業 一開始是可以讓玩家先選擇的 像我自己還是會推薦玩家 先從秀吉 從武士職業開始玩 然後武士職業玩完之後呢 再去玩其他的職業 這個是一開始可以玩的職業 但是如果你要說總共的職業的話 我是沒有仔細算過啦 因為你說這五個是基本嘛 然後到後面還會有所謂的 那個斷智師 醫師 茶師 還有什麼 嗯 這個我可能還要想一下 但是這像剛剛講的三個職業 其實都可以當的 這是第一個可以玩的職業 第二個是卡片系統 這應該是泰格武的最重點 最重點的東西了 卡片可以說是這款遊戲最重要存在了 遊戲中有許許多多的卡片 它有一些分類 主要分為人物卡 稱號卡 名勝卡 秘技卡 合戰卡 還有其他 總共六大類 我會依序把這六大類的一些基本的介紹 跟聽眾們分享 那我們也可以去比照一下 這樣 那我們先講人物卡 人物卡基本上就是 某種程度來說應該算是最重要的卡片了 人物卡片可以在遊戲中取得 跟那些 角色武將取得好感度 如果好感度提高到三顆星的話 就是角色好感度其實有分星星的 一顆兩顆三顆 如果你跟這個角色的好感度到達三顆星的時候呢 那個角色基本上會給你他自己的人物卡片 你取得那個角色的人物卡片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角色當主角 所以說 你想要用其他人當主角要怎麼辦 就是要取得那個人的卡片 比如說我想要柴田勝家 那你就要拿到柴田勝家的卡片 如果你想要用枝田信長當主角 那你必須要拿到枝田信長的卡片 你自己推 培養好感度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兩種嘛 一個就是送禮 送東西給他 第二種就是喝茶 茶在日本戰國時代其實是個社交工具 比方說像那種武士階層 或者是比較高階的那些階層 他們都會用茶來做那所謂的社交 所以說那時候茶師是一個蠻崇高的人物 像千利修 就是很著名茶師嘛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茶師 我們可以用茶 喝茶跟送禮來培養好感度 就是這樣子的 當然 切磋武藝也可以增加好感度啦 不過這種好感度比較偏向武將型的 比如說武力高的劍豪型的 或者是武力高的那一種角色 他們可能你可以跟他們切磋武藝 就可以增加好感度 這也是一個方法 大部分都是喝茶跟送禮啦 但是有些角色呢 可能需要用那種特殊歷史事件才有辦法取得 當然大部分大概80%到90%的卡片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好感度的方式取得卡片 只是說大概會有10%的角色都需要用特殊劇情 比如說 資田信長的卡片你要觸發本人士之變 你才可以取得 本人士之變觸發 你就可以取得明治光修跟資田信長 然後上山千姓的卡片 你必須要觸發預管之亂 你才要幫他取得 這些的 所以說像一些 特殊取得卡片的角色 通常都是一些名將啦 很有名的名將 都會比較需要用特殊劇情觸發才能取得卡片 人物卡片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你只要擁有多少人物卡片 你就可以使用多少角色當主角 所以對我來說它是蠻重要的 它應該是最重要的 好 這是人物卡片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稱號卡片 什麼叫稱號卡片 就是玩家在職業上獲得一些成就所取得的卡片 然後這些卡片會增加角色能力 比方說劍考卡片 比方說你去單挑 比如說你去比劍嘛 比試嘛 比劍 劍術的劍 然後就是去更加 玩那個一對一單挑 你可能贏了很多場之後呢 你就可以取得劍號卡片 劍號卡片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稱號卡片 你有這個稱號 它會幫你加武力 如果你打仗 你打仗打多了 然後常常贏 你就可以得到所謂的軍神的卡片 你就可以增加統帥力之類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稱號卡片 然後你一直泡茶 泡茶泡茶泡茶 常泡茶泡了好多次茶 然後累積出來 你就可以得到茶仙 茶仙卡片 那茶仙卡片就加魅力10 以此類推 這些東西可能就是你做某一件技能 然後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 反覆的做 反覆的做 你就可以得到這些卡片 這些卡片就會幫你增加技能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當然啦 殺人殺多了 也會有卡片 叫筷子 叫殺手 所以說 這些東西都是會有的 這個就稱號卡片 第三個叫名勝卡片 名勝 顧名思義 名勝古蹟 名勝就是風景區 怎麼要發現風景區呢 就是玩家 你在那地圖上面移動的時候 比如說你移動移動 你移動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中間會經過一些景點的地區 他就會說 啊我看到一個很不錯的風景 他就秀出名勝卡 所以說 基本上 名勝卡片的目的就是告訴你 風景景點啦 比如說什麼 賴戶內海的一些什麼 海景啊 或者是瀑布啊 之類的 這些東西 然後名勝卡片上面 會告訴你一些這些 風景區名勝的一些典故 大概就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卡片沒有什麼特別功用 如果你真要說有一點功用的話 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拿到瀑布卡片的話 就是那種名勝 名勝景點是瀑布卡片 如果你是劍豪可以去瀑布那一邊 做冥想 你就可以開發新招式 頂 我能想到的名勝卡片 頂多就這樣子而已了 也許還有其他的用途 但可能就 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要之後要自己去玩 還要再發掘一下吧 大概這樣子 那 第4個是 密技卡片 密技卡片呢 是單純戰鬥時候可以用技能 所謂的戰鬥是指 單挑啦 就是我 武將跟武將之間的那個 拿劍護砍的那個 那種 狀態 不是 我說戰鬥不是 帶兵打仗 那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 密技卡片是 那所謂的人跟人之間的單挑 才會有的 才會有的那個卡片 這些卡片是單挑戰鬥才能使用 像是無刀曲 八神太刀 劍術技 槍術技 還有什麼鐵砲技 弓箭技 單挑所用的這些東西 他們這些都是歸類在密技卡片 什麼直血啊 什麼圖刺啊 什麼雙連斬 什麼雙連斬啊 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歸類在密技卡片 你要去學卡片的話 因為基本上就是 如果是劍術的話 你就是去道館學啊 劍術槍術去道館學 然後忍者上面的技巧 比如說忍術分身啊 這些東西 你就要去忍者治理學 這個就很單純 就是你想學什麼樣的技術 就去找誰學就好了 這是密技卡片 第五個 是核戰卡片 核戰卡片這個東西 是所謂帶兵打仗專用 像風靈火山 弓箭的五月雨季 祭兵的赤倍突擊 多數軍團圍攻的技能 像聯手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跟一些 武將培養好感度之後 跟這些人物學軍學 或是 提升祖親技能 就可以學到這些核戰卡片 像風靈火山的話 你可以去找武田家出身的武將 學軍學就可以學到 像我是找真田昌信學的 像是聯手的話 就是去學竹青 學竹青技能 比如說你去那個 也是找人 對竹青也是找人學 就是你找人學竹青技能的時候 比如說找彈田聖家 找他學竹青 學會 你可以學到聯手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找那種名將 找那些打仗很拿手的名將去學 當然你能學的 就只能學那個名將會的東西 他不會的技能還是不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 像我覺得核戰卡片裡面 最誇張的就是風靈火山 風靈火山跟那個 平沙門天其實這兩個都是很變態的 那個核戰卡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可以整個提高 部隊戰力的一個卡片 你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你要玩武士路線 你玩大明路線 你只要有風靈火山 或者是平沙門天 這兩個技能 你打所謂的野戰 基本上你就已經先贏60%了 除非你的兵力數量相差太多 比如說三千兵打一萬五 那差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萬兵 但是你有風靈火山跟平沙門天 你一萬兵打一萬五到一萬七 你都有辦法贏 贏家有這個東西 所以說如果你是要玩 所謂的大明路線武士路線 我非常建議去找 應該說我非常建議去學風靈火山 跟平沙門天 非常建議啊 學到了後面打仗超輕鬆 當然這些東西就是戰 帶兵打仗專用 所以才叫做合戰卡片 就這樣子 那最後還有個其他嘛 其他的話 就所謂非以上五項屬性的卡片 不過通常也都是技能居多 而且主要是行政 或是職業特有技能 取得方式其實就沒有特定方式很雜 像是所謂的分工修建 分工修建就是足成專用的技能 可能就是足成等級過高 然後常去做足成相關工作就可以取得 或是診療技能 跟醫生學醫術 學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學會 這些的 這些東西比較像是 它跟那個稱號卡片有點不太一樣 稱號卡片是得到那個稱號你可以加能力 但是像我剛剛講什麼分工修建 或者是診療技能 這個東西基本上它是會幫助你的技能 做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它不會 它不見得本身會加你個人的能力 它也不是個稱號 因為分工修建這個東西是個技能 但這個技能既不是所謂的秘技 也不是所謂的合戰 對 所以說它就是這種比較特別的 特殊的一個屬性 所以它把它分到其他來 像診療技能 你診療技能 你診療技能主要主要是 你可以幫人家看病 但這個能力並不會加你的個人素質 它就是說你多一個技能可以用 通常有這樣的卡片去搭配這個卡片 所擁有就是所對應的屬性 比方說我剛剛講 修建 分工修建就是足成類的 你有分工修建這個技能去做足成 這個效果會非常好 就以此類推 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卡片的分類 一共六大象 希望這樣子聽眾有比較清楚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第三點呢 就是自由的開放世界 遊戲 遊戲基本上是很自由 非常自由 有時候自由到你都不知道幹什麼 遊戲開始後 你可以去地圖上面任何地方 也可以做轉職 但是我剛講嘛 你原本當武士 你不想當一個大名說老子不幹了 總之呢 就是完全看到你想要 你想要做什麼 隨玩家自己的喜好去做 去做安排 比如說就算你想要當武士好的 你可以當個很認真 你可以當的很散漫啊 你可以去做一些那些什麼小任務啊 一生生平無大志 當個小小管理也好 也可以啊 只是這樣子都不太會有結局啦 通常結局都是那一種 你必須要當到各行各業的一些頂尖的能力 才有辦法去觸發那個結局 所以說玩泰格你想要當個普通人 基本上你就是 永遠在這個世界裡面待著 你就不會有結局了 對啊 這點是有點蠻可惜的 遊戲我不知道有沒有設立一個 就是所謂的生平無大志的那種結局 好像是沒有啦 對啊如果有 如果有的話也請聽眾跟我分享 讓我知道也可以 我就舉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也很現實 我舉個例 就是買米的事情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自由 那我來跟你講 我在當武士的時候呢 大明指派我去賣米 假設我把米賣了1500罐 然後之後不是要上繳給那個主公嗎 你要給那個君主你要上繳嗎 因為君主叫你去賣米 湊錢嗎 然後你要把賣好的錢來湊上去嗎 但是這個遊戲最自由 很自由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決定 上繳多少錢 可以喔 不是說什麼啊 你賣多少錢 就全部就 系統強制你全部上繳 不用喔 不用喔 你可以決定自己要繳多少錢喔 你可以全給喔 比如說你 比如我剛剛不講嗎 賣了1500萬 你可以1500萬全部繳上去 當個好員工嘛對不對 我賣多少錢我就繳上去多少錢 但是你也可以汙錢喔 你也可以就是說啊 我賣了1500萬 但是我 我只叫1000萬上去 500萬我A起來 可不可以 可以 甚至 甚至 但是你想要在主公面前有好的績效 你甚至可以多給 比方說你賣了1500萬 但是呢 你為了想要快點升官 我腳 我貼 100萬 我 我上繳1600萬上去給主公 可不可以 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倒貼錢去上繳 可以 甚至更狠的 你甚至可以把 賣來的1500萬 拿去炒期貨 去炒交易品賺錢 我就幹過 就是 君主叫我 賣米嘛 賣米然後把錢交回去 我就把那 我一開始先把筆賣掉 賺了一筆 賣的那筆錢 拿去炒期貨 炒炒炒炒炒 用那筆工資金作為本錢去炒期貨 炒炒炒炒到三四倍了 比如說炒到1500萬 我炒到4500萬 我就最後上繳主公 上繳主公1500萬 3000萬我自己A了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知道這個遊戲有多自由了 你要污錢 你要倒貼 你要用公費炒股 可以 都可以 這就是 我當初玩的時候 最下可你知道嗎 可以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就可以知道這個遊戲的機制 就是這樣子 當然啦 還是有一些限制 他終究還不是一個 完全都符合現實的東西 他終究是遊戲 但是我覺得一款遊戲的自由度 可以 以買米賣米這件事情 可以做到這樣的自由 已經是很誇張的事情了 真是很誇張的事情 當然啦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裡面還有很多很自由的例子 像我可以去砍路人 因為遊戲有修羅結局 你可以當殺手 看到人就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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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誰不爽我就砍人 你看也是可以 真的啊 真的就這麼自由啊 對啊 只是說砍人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是那一種武將 有名有姓的武將 你只能把他砍了 你砍了他 你不能砍死他 但是遊戲裡面像是那一種 只有名字 沒有所謂的姓名的 什麼什麼柱啊 什麼什麼之戒啊 遊戲裡面 沒有辦法取得卡片的那些 路人角色 你是可以殺死他的 殺死他 然後但是會控魅力 就可以殺人 但是那種有卡片的人物 有卡片的人物是不能殺的 你只能就是說砍了他之後 然後放他走 就這樣子 只是說你砍人之後呢 人家哪一天在路上遇到你 就會回來砍你啊 所以說請慎選 請慎選 不過呢 遊戲給那麼大的自由 相對的 相對的 如果有聽過我上集FF5 那個自由的代價 這部 這個這一集節目 其實也告訴你了 如果玩家一開始不清楚 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就會無所適從 因為FF5的自由 是在職業培養的自由 在職業培養給你一個最大的自由 但是泰格5是把整個人的一生 都放給你自由 其他的給的自由 會比FF5還要大 你真的搞不清楚你的方向的時候 你玩泰格5會更迷惘 會更煩惱 你會更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說我玩泰格5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想玩泰格力之狀5的時候 你最好先想好你一開始要幹什麼事情 就是泰格之狀你要規劃好 比如說你要當武士 好你要當武士 好你要當武士好了 武士你要先想好你要去哪裡當 你要去當誰的部下 又或者是說你當那個人部下 你之後你想要幫那個大名統一天下 還是要造反 其實這些都要先想的 這些都要先想的 如果你真的一直都不清楚 你永遠都是 就是在這個遊戲裡面火功惡惡的 就是你必須要先想好你要走什麼路線 決定好路線之後 你再照那個路線走 當然手段方法有很多嘛 遊戲那麼自由 你有很多種手段 但是你最好是先決定好你的路線 再去玩 會比較好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幹嘛喔 真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自由的開放世界 2004年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不得不說光榮也是有他的一套 雖然說現在最近這幾年光榮 都是靠什麼位的無雙 靠無雙在那邊賺 或者是靠代工 幫其他遊戲代工無雙在那邊賺 又或者是像煉金術師那樣子 但是他們其實真的有本事 可以做出像這麼優秀的作品 泰國5就是一個那麼優秀的一個作品 這是第三點喔 自由的開放世界 第四點就是充滿多樣的歷史事件 既然是日本藏國時代為舞台 當然也有歷史事件 比如說像本人士之變 官員之戰 還有秀吉的墨寶夜城 安土城建造 當然這些歷史事件是要符合條件的 如果條件不符合就不可能觸發 所以如果要觸發歷史事件的時候 玩家可能就要去確認出 觸發條件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遊戲裡面的所有歷史事件都觸發 可以說是難度非常高的事情 真的蠻高的 因為 觸發事件有時候是要看 自己要去達成那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有時候電腦也要看電腦會願不願意配合 因為有時候電腦假如做太過頭 上市那個條件就達成不到 這一點也是很麻煩 而且如果觸發事件 剛好是玩家選擇的角色 就是事件觸發的主要當事人 你就可以看到所謂的細節內容 比方說光源之戰 你是用真年昌性的話 比例啦真年昌性 你就會收到光源之戰裡面 你就會開始說我到底要幫封城家 還是要幫德川家 就是因為你是當事人 你就可以看到比較細節內容 如果你如果你是本人士之變 你是選擇你的主角是信長的話 在發生本人士之變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就是說 啊你要怎麼逃 你要怎麼逃離這個本人士的那個 那個戰場 就是細節會變細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無關的人 比如說你是長州不元清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本人士之變 你只會看到說啊本人士之變發生了 信長死掉了 啊就這樣子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是一個樂趣 可以讓玩家慢慢去發覺說 這個歷史事件裡面 有哪些故事當然啊 可以的話盡可能的去選當事人的 事件當事人的那些陣營或角色 你就可以去好好體會一下 這個故事的發展是什麼 比較細節的部分 這個是歷史事件喔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歷史事件難歸難啦 但是觸發之後的話 看到那些歷史故事 我覺得都蠻有趣的 可以值得玩家們去慢慢的去研究 去觸發這樣 那第五個 小遊戲 豐富滿臉的技能小遊戲 遊戲中有許多技能喔 像是像劍術、茶道、公術、禮法 一些拉一拉扎的一些技能喔 那學技能要怎麼學 就小遊戲 每個技能都屬於自己的小遊戲 然後會藉由小遊戲的結果的好壞 來取得技能經驗值的多寡 所以說如果你小遊戲玩的好 技能就學比較快 相反的 如果這個小遊戲你玩的不拿手 就學的慢 其實就這樣子 小遊戲有很多類型嘛 像我自己最拿手的就是築城 補修、築城相關的小遊戲 是我最拿手的 所以我都自己來 但是像那種比較難的像禮法 禮法的話是所謂的那種 類似魔術方塊的那種機制齁 那個我就不會玩 像七馬小遊戲 新田開發這種小遊戲 我都不是很會玩 第2個4好像可以取消那個小遊戲 所以我都會把那些不拿手的小遊戲 直接取消 結果就是亂數決定 就這樣子 像比如說 但是像拿手的 像築城跟軍學 是我最拿手的 我就自己玩 所以說泰格5的第2個4版 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設定哪些小遊戲 可以要玩可以不玩 當然如果你是不想玩小遊戲 你就從頭到尾就關 就把小遊戲關掉 只不過很可惜啦 因為小遊戲如果你會玩的話 真的學比較快 如果你是關掉小遊戲去直接 直接去學技能的話 會亂數決定 就是有時候你可以學的好 有時候可以學的不好 就是你沒有辦法自己自己掌握 到底要不要玩小遊戲 基本上就是看玩家自己的判斷 這樣我基本上是會玩 我通常只關掉最不拿手的 普通拿手 我都會自己玩 所以這樣才能保持這個遊戲的樂趣 至於其他聽眾想要怎麼玩 就是你們自己來決定 當然我還是推薦就是說 如果你拿手就是要自己來啦 因為小遊戲畢竟也是這款遊戲的 蠻用性的地方 所以說我是希望能夠 學技能就是好好體會那個小遊戲啦 當然真的不想玩就關掉吧 至少他願意給你關掉的機制 所以說他不會有所謂的強迫的感覺 這一點我覺得這設計是真的蠻不錯的 那最後一點第六點 自創的人物開創屬於玩家自己的人生 遊戲也有所謂自創武將的機制 像是自創人物的性別以及造型 然後造型的數量可能要藉由玩家玩的內容會慢慢增加 這方面我其實沒有研究很透徹 因為我自己沒有玩過新武將 我都是玩那個實際有的人物 自創武將一開始是不能開啟的 你必須要先玩到 玩五個主角 就是我剛剛講的秀吉 流生石桌災 秀鬼加龍等等 就是內建五個職業主角 玩到一定的程度才能開啟 我自己是沒有玩自創角色 但是我朋友玩過 我朋友以前在玩PC版的時候 創了一個叫做鐵拳無敵孫中山 他做一個孫中山出來來玩這樣 然後造型弄的就是像孫中山樣子很好笑 我們那時候看了快笑出來 那算是一個蠻有趣的回憶 那我朋友後來玩的完成什麼樣子 我就忘記了很久了 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總之 如果你也可以設計一個很好笑的造型 來當主角然後來開局也可以 但前提就是你要玩到一定的程度 就這樣子 總之 啊 今天講這六項 只能說是大概 真的只能是大概 你看都已經講了那麼長時間了 其實能講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真的講不完 只是說上面那些真的算是蠻基本的 能夠講給讓聽眾們知道 也比較容易了解遊戲的機制 好了 遊戲的機制跟 跟接觸的 跟五代一些接觸的一些心得想法 跟介紹我都講完了 接下來呢就是來講一下 對這款遊戲的一些感觸跟想法 接下來呢我來跟聽眾來分享一下 這款遊戲的一些 就是玩玩這款遊戲一些想法跟感觸 不知道聽眾以前有沒有玩過 人生遊戲這一款桌上遊戲 呃他記得有桌遊版 我自己是玩遊樂 有那個遊樂器 也就是遊戲版 在超人時代有幾間廠商 把人生遊戲做成電子遊戲 呃我自己有玩過幾款 我們一開始從小孩上學 然後最後選擇職業 然後最後走著走著來的結算 走到所謂的結算人生之後 來看誰是贏家之類的 其實泰格勵志傳也是一款人生遊戲 對啊我們剛剛從前面這樣講下來 不覺得嗎 他就是一個人生遊戲 只是時代背景是數百年前的戰果時代 玩人家扮演一個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的一生都掌握在玩家手裡 你可以讓他成為有頭有臉的人物 不有或者是可以讓他成為十二不十二的惡人 甚至你想要平淡過一生 只是平淡過一生可能沒結局啦 這樣 在我們在掌握遊戲裡面的角色的人生同時 有時候想想 我們自己呢 我們自己人生呢 其實我們自己也在玩現實版本的泰格勵志傳 我們在遊戲裡面看到的角色想做什麼事情 能力不夠的時候 我們都很自動的會讓他去學習技能 對吧 想想看嘛 比如說秀吉 比如我們用秀吉好了 我想讓他賣米 賣多一點錢 我們就要去學算學 我們都會很自動讓他去學習技能 培養技能 讓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這樣我們可以升官升得越快 然後我們可以越容易得到薰公職 那越容易成為大人物 我們可以讓他可以就是說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反之 我們自己遇到遊戲裡面同樣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去主動學習技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嗎 換成是我們呢 比如說我們在生活中 在職場中想要學一些東西 想要學技能 為了要讓自己的職場生涯更好 因為沒有去學技能 對不對 我們會主動去學嗎 而且學技能也要學費嗎 泰格裡面也是啊 泰格裡面你要去找那些 道場學建術 去商店學數學都要付錢啊 其實發現我們往往都沒有去主動去學習齁 而是原地踏步居多 就連我自己也會是這樣 我會開始比較熱衷於去學東西 讓自己能力提升也是這一兩年的事情而已 這兩三年的事情而已 從我兩年前開始學鋼琴 這段期間開始就比較主動去學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也去上基力課 也去學一些聽講座之類的 也就這兩年 那之前的基本上其實 回顧過往真的是蠻懶的 自己覺得蠻懶惰的 像遊戲裡面去學習技能 然後學習技能裡面有所謂的小遊戲 我們剛剛講嘛 然後玩家玩小遊戲結果會往往 影響提升經驗值 小遊戲玩得好學得快 玩不好學得慢還會扣體力 但畢竟是遊戲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玩我們操縱是個角色 畢竟是玩遊戲我們是操縱個角色 對我們來說因為我們不是 裡面那個角色那個人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只是一個數值變化而已 你也許不會有那麼有感 因為畢竟是遊戲嘛 我們不是那個角色 我們只是操控他 其實那個過程都是很痛苦的 成長體會成長的過程痛苦的 其實是那裡面的那個角色 但是如果你想想看 把這件事情換成現實呢 對不對換成現實 其實一樣的 我們來做一下那個想像 比如說小遊戲 我們去學好我講鋼琴 學鋼琴 比如說我們去學習鋼琴等級的時候 我們每次在練習鋼琴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練習的過程 在提升能力的過程 這就是小遊戲 那我們在練習鋼琴的時候呢 有時候狀況好 你就可以學得快 可能老師的一個提點 又或者是你突然在練習的時候 想通了什麼就可以學得快 但是呢如果 你在練習的時候低潮 結果你的練習效果很差 就學得慢 這樣子去想像不就是等於 是我們在玩一個遊戲學技能的時候 那個小遊戲嗎 練習的過程就是小遊戲 然後呢會扣體力 沒有錯你練習會累啊 你學東西會累啊 對啊 你在你練了三四個小時的琴 不累嗎 你一定會扣體力啊 你會累啊 那你有可能在那邊每每個禮拜 花10個小時 10到15個小時在那邊練習鋼琴 有可能這15個小時 你學的你的進步度 就是你的進步的幅度 有時候會很快 有時候會很慢 沒有錯嘛 泰格也是這樣子啊 比如說泰格可以用小遊戲的方式 讓你比較有效率 但是現實來說的話 你的練習不見得每次都會有好的成果的 你就必須要一直不斷的投入 不斷的投入 不斷的投入 讓自己的那個能力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你要一直不斷的花時間下去 這不就是現實嗎 其實遊戲跟現實 是差不多的 只是差別就是說 我們不是那個學習技能的那個當事人 遊戲是那個遊戲的角色去做學習 去做練習 我們只是控制它 但不是我們 我們的話 如果變成是我們是當事人的話 很辛苦欸 對啊 你不想想這是蠻辛苦的事情 而且現實又不像遊戲 遊戲還可以讀紀錄 現實沒有啊 現實就是你過就是過了 過去就是過去了 再加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嘛 也有可能花再多的金錢跟時間都不會好 說不定 上班都那麼痛苦了 幹嘛去上班之余去學自我提升 這些又累又苦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先回到遊戲裡面 在遊戲裡面 當你遊戲很強的時候 不論升官也好 轉職也好 去做任何事情都是游刃有餘 沒有錯嘛 等到你的技能表都是一些星星的時候 都是等級4或是星星的時候 你做什麼都很輕鬆啊 做什麼都有好的成果啊 代表你就是一個高手了 好 我們又回到現實世界 現實世界也是啊 會的技能越多 你就可以去對任何事情 就很游刃有餘嘛 所以說玩泰格 基本上就是 我在玩這個角色時候 我就發現就是 我不斷的玩下去 就發現這好像 就慢慢體會到 這就是人生啊 對啊 這就是人生啊 人生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突然就 欸 那個感覺就出來了 再加上我在這兩年 開始就是開始學習一些 開始變得比較願意去 在上班之余去學習東西 像我這個電腦也是自己 自己去看影片 去看那個所謂youtube的影片 或是看youtube的文章 去學習怎麼配 認識電腦配備的一些基本知識 也是自己去學的 要不然我以前電腦都是交給我朋友 幫我弄 現在是我自己去學 雖然我還是不太會自己裝啦 但是至少零件那些的功用 我基本上都自己去學自己去認識 所以說我這我現在這台新電腦 是我自己去配零件的 然後請原價武幫我裝 尤其學的鋼琴 鋼琴這個東西 其實樂器就是一個 投資報酬率不是很高的一個技能 他就是一個 講白一點 他就是一個沒有所謂捷徑的一個技能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去練習練習練習 然後還要去思考怎麼練習 然後你還要去 你不但練習你還要去思考說 你的那個 練習的方式要不要什麼調整 或是一些什麼東西的 樂器的練習就真的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不划算的一個才藝 但是我卻從這一種 這種樂器學習的那一段過程 大概可以體會到那種耐心 就是耐著性質 因為你知道你有在進步 但是很不明顯很不明顯 有時候有時候那個進步 你看到進步的差距可能要一年為單位 然後你又覺得好像沒什麼進步 但其實上是有的 你就是必須要開始學習那種耐心 應該說 藝由學習樂器的過程 然後我就會開始說 我就會有一種想法就是 啊樂器這種東西就是難學到靠杯啊 那其他的技能 那其他就是可能其他一些技能 比如說做Podcast的技能啊 然後學習怎麼配電腦啊 學習怎麼做自媒體啊 或是一些學習一些什麼一些 知識啊 寫作技巧啊這些 我就再怎麼想 對啊我想說啊鋼琴 鋼琴這種那麼難學的東西都學了 那其他東西沒有理由逃避吧 玩了泰格 然後對於角色的成長這件事情 真的是讓我想到自己人生 說想到自己人生的那些技能 人生成長的一些東西 你在遊戲中掌握遊戲角色的同時 你自己也是自己人生遊戲掌握著 在你想要遊戲角色變強的同時 你也要在現實人生中也要變強 所以有時候玩的遊戲 慢慢的變成想要抵立自己 就說啊我把這個角色練得很強了 我自己也要很強 我自己也要變強 就是那一種心態 就是抵立自己的心態 真的耶 現在玩泰格 我就有感受到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在當年18年前 玩PG版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想法的 我就覺得遊戲 把遊戲的角色抄到 要死要活的沒關係啊 反正就抄死他 他能力變強啊對啊 我那時候卻沒有想過 把這個遊戲裡面的角色抄得半死不活 卻沒有對我自己有這樣子的要求 然後現在我這樣子 卻會因為玩泰格5 對我自己開始有要求 也是這兩年的事情 只是這兩年生活型態改變的時候 才有的心情 所以說 真的 時空背景 你看過那麼多年 玩同樣的遊戲就有不同的心情 人生真的是一個蠻難說的事情 所謂的記憶啊 遇到的不同的記憶 所造就的心態改變 真的是蠻同感的 蠻有感的 這也是讓我玩泰格5 虧為那麼多年 玩泰格5 讓我死掉危機的一個感觸吧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我分享我玩泰格5之後 有一些的感觸跟想法 當然啦 這我為了要 我想要要求我自己能夠變更好 那也是我自己啦 我也不會希望 我也不會要求說 聽眾也要跟著我一樣 沒有啦 每個人的想要 怎麼樣過人生是 每個人的自由 當然對我來說 我是希望自己能夠 可以像泰格5裡面 我控制的角色的一樣 變得一個很優秀的人 我希望 我期許我自己 對啊 這只是 藉由這個泰格5的方式 來激勵自己的一個想法吧 好啦 那今天泰格5的節目 差不多也到這邊了 那做個結尾吧 總之呢 今天泰格意志狀5的分享 就介紹到這邊了 它是一款每玩一輪 都有不同樂趣的遊戲 每次玩 都有跟上次玩 不一樣的新鮮感 本來想說這個系列 應該就這麼結束 沒有什麼發展了 但是看到光榮 把這個HD復刻 做出來 或許某種程度 應該會有 星座的契機吧 也許吧 而且之前光榮也在那個 也發布的消息說 賣了16萬套 其實蠻不錯的銷量 對啊 不過跟之前 大康海4出復刻 嗯 也沒有新作的消息 因為之前大康海4 不是出復刻了嗎 但是過了那麼多 應該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也沒有說要出五代 所以 我也不知道光榮到底會不會 再為泰格出六代 這個打算我也不清楚 當然啦 就算現在泰格要出新作 你這幾年光榮對戰略遊戲領域上面 其實沒有像以前那麼重視了 即使新作推出了品質 會不會很好 會不會超越五代 其實也是個問號 畢竟出了新作 結果品質 如果不理想的話 那這樣對這個系列也不見是個好事 對不對 至於未來如何 就觀察看看吧 至少現在的話 就好好享受這一款泰格之狀5 就夠了 好 那這個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可以在電玩善哉臉書粉絲專頁 然後留言回饋給我們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下面給我們五星評價 拜託啊 多給我們五星評價 對啊 現在一直維持十億很久了 希望能多一點 然後呢 我自己有在YouTube頻道 阿苦旅求GAP 這個YouTube頻道上面開直播 新階段直播就是狂飆騎士跟 極限大戰阿法外傳 跟泰格迪斯傳五 有興趣都是可以來我這邊 YouTube頻道捧場 還有我的個人臉書粉絲專頁 阿苦旅求GAP天地 然後每周都會連載旅求GAP漫談 然後也會 我會在骨灰集散地 跟我的個人粉專上面發文 那大致上就這樣子了 好 那阿苦的GAME話夜談第三期節目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之後呢 我會修更四周到五周 基本上最多就五周 沒意外是四周啦 五周應該是不至於 反正到時候我會在 我的第四季開始時間呢 我會在那個電玩善哉 臉書粉絲專頁那邊公佈 我的第四季的開播時間 當然我自己臉書粉絲專頁也會 也會講啦 所以我就休息一陣子了 那修播時間的話 看就看金屬的狀況 如果金屬有空做就有空做 他沒空做就可能就空著吧 對啊 因為我這個人不太喜歡 逼迫我的夥伴去做事情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是合作 不是合夥啦 所以我並沒有所謂 所以我可以強制說 對方一定要配合什麼的 當然如果金屬願意 說啊 我在我修播這段期間 然後可以做節目頂替我的空缺 那當然對 我就很感謝他 我也很 我就是 就很感謝啦 對 但是如果他真的沒有辦法升節目 我也不怪他 所以說這段期間 我不敢保證說 有沒有節目可以停啊 就是看金屬的狀況了 但至少在這四周 除非我會做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我臨時有什麼東西想講的 想要分享的 也許會有個XP啦 但是機率不高 機率不高 那很感謝聽眾們 願意聽我們節目 聽到現在 那 也很感謝就是聽眾支持 然後我也在YouTube頻道 就是在開直播的時候 我會遇到聽眾 來跟我打聲招呼 我真的很感謝 那 第四季的話 第四季目前來說 我已經想好了一些主題 在這邊先透露一下 第四季我一定會講的主題 是狂飆騎士 狂飆騎士 我一定會講 只是說我還不確定要講一集來兩集 因為狂飆騎士的話 劇情的部分是值得一提的 只是到底要不要把劇情跟 遊戲介紹這邊分開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回事了 要再思考 但是狂飆騎士一定會講 然後在這邊我還會再講一個 就是一個廠商的 一個電玩廠商的一個 介紹故事 但是這個廠商影響力很大 在業績影響力非常非常非常大 而且他的故事 我想應該會做了很多很多 你說發爾康三集嗎 但是這一 但是這個廠商我覺得 起碼做到五到六集 超可能接交代的完 這個廠商的一些前因後果 這個廠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但我就賣個關子 也有可能會拖到第五集才講完 說不定 到時候再說 那其他的方面可能就 哦還有那個 MD Mini 2 MD Mini 2的那個下集 也是會在第四季會講 就是做個整體 就是整體遊戲發布完的一些總心得 這個也是會在第四季會講的 這是目前這三個主題 應該是第四集一定會講的東西 其他就再看看吧 嗯 好 那 感謝聽眾們收聽哦 那我們就 第四季再見囉 拜拜